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熊猫小姐 好了 它要去干什么呀 哦 推着购物车去购物 购物 购书品 啊 还带着谁 诶 this dog lucky yes or no oh they are good friends 他们是好朋友 好了 那么 密宿要问一个问题 what is the panda going to do what is the panda going to do 那么 panda要去干什么呢 好了 相信你也有答案了 对不对 好 你待会再来回答miss wu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故事是什么吧 首先听miss wu说一遍这个故事 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了 miss panda推着购物车进超市了 她说 i want noodles 好 接下来她走到这个货柜的旁边说 i want rice 哦 但是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从lucky的嘴巴迷人说出来了 她说 i'm hungry i'm hungry 好 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miss panda继续去买她想要的东西 啊 她说 i want vegetables 啊 还是有这个不和谐的声音 从后面传过来 i'm hungry 但是miss panda有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 好 接下来 miss panda走到这个柜台旁边说 i want fish 那个不和谐的声音 还在那里 啊 并且有一些 其他的声音 啊 然后她说 i'm hungry 好了 接下来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方 miss panda还是去买她的东西 买什么呢 哎 她说 i want chicken i want chicken i 看lucky 她还是在说 i'm hungry 好 接下来 miss panda撞过身来 要去付款的时候 猛然发现 啊 什么事情呢 并且非常大吃一惊地说 oh no lucky 好了 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啊 然后你再来回答 miss我的问题 what is the panda going to do panda要去干什么呢 哎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吧 panda推着客户车进商场了 哎 她说 i want noodles want 我们学过是 哎 想要 i want noodles 这里是想要什么 哦 面条 看 这里是不是面条啊 哎 对了 哎 这里有提示 i want noodles 是什么 哦 我想要面条 好了 她就往面条的柜台走过去 嗯 好了 我们来读一读吧 I want noodles 嗯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miss panda买完了noodles之后 她还要买什么呢 哎 她走到rice的柜台这里 说 i want rice 她想要什么 哎 米饭 yes i want rice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i want rice 嗯 不错 好 miss panda只顾着买她自己想吃的东西了 可是她忽略了一件事情 谁 lucky 对了 lucky啊 坐在这个购物车里面 无所事事 并且啊 肚子饿得咕咕叫 哎 她就说 i'm hungry i'm hungry 我饿了 对了 i'm hungry 好了 你来扮演一下lucky 说出表现出我很饿的姿态 一起来 i'm hungry 嗯 i'm hungry 那么lucky会做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图 哎 miss panda走到蔬菜的柜台 看 这里是美味的蔬菜 嗯 她说 i want vegetables 哎 我想要蔬菜 对了 哎 她就买了一些蔬菜 好了 她刚才买的这个米饭 发生什么事情了 哦 lucky说 i'm hungry 她便说着就把米饭 拿到她的嘴巴旁边 哦 吃起来了 看 她吃的多香啊 啊 她也不跟miss panda请示一下 就开始大口大口的吃起来了 啊 真不可思议啊 真糟糕 接下来我们看 miss panda去买了什么呢 嗯 她走到了鱼的柜台 哎 想买鱼 对不对 哎 她说 i want fish i want fish 啊 我想买鱼 对了 好了 你来读一读吧 i want fish 嗯 好 那么 看lucky 真淘气 啊 还是在继续吃东西 看 刚才 miss panda买的蔬菜 都快被她给吃光了 嗯 她还是在 自顾自的吃 并且发牢骚 嗯 i'm hungry 好了 miss panda 还是没有发现 她的购物车里面 lucky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继续走到另外一个柜台 说 i want chicken 她想买什么 嗯 她想买鸡肉 哎 好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 i want chicken 嗯 yes 好了 她买chicken的时候 lucky啊 真的是享受 她一边说 i'm hungry 一边 又把 刚刚 miss panda买的鱼 又给吃光了 这个 日子真的过得是 舒坦啊 是不是 哎 好了 miss panda 是不是还没有发现 哎 我们来看一下 哦 但miss panda 看完这个 画片 之后 一转过身来 一看 不得了了 购物车里面 乱七八糟的 这个食品的盒子 全部都空了 啊 这个鱼骨头啊 烂菜 叶子啊 到处都是 怎么回事 哦 lucky 把她刚才买的东西 全部吃光了 啊 你看 miss panda 有多么的生气 啊 她说 哦 no lucky 哦 不 lucky 啊 怎么样 她不敢相信 她所看到的 啊 对这个lucky 有责备之意 嗯 怪这个lucky 不仅她同意 就在这个购物车里面 把她买的东西 全吃光了 啊 好 那么 东西们 你小时候跟爸爸妈妈进商场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嗯 相信没有 好了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读出miss panda这种惊讶责备之气 来 一起来 哦 no lucky 嗯 好 非常不错 接下来 我们再来回答一下 miss 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吧 what is panda going to do panda要去干什么呢 诶 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 她买了很多东西 对不对 她所买的东西 都是什么呢 诶 rice fish 啊 vegetables 还有 chicken 嗯 yes 还有什么吗 apple no no apple 没有apple 好了 我们一起来回答一下吧 诶 it is going to buy noodles rice vegetables fish and chicken 啊 她想去买什么 noodles 面条 rice 米饭 vegetables 蔬菜 vish 鱼 and chicken 鸡肉 对啊 诶 她想去买 面条 米饭 蔬菜 鱼 和 鸡肉 嗯 好了 跟你的答案是不是一样的呢 诶 好了 如果你对这个故事比较了解了 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can you put them in order and tell the story now 你能把这些图片啊整理一下 啊 根据事情发展的起因啊顺序排好 诶 同时用英语来说出这些这个故事 你能吗 can you 好了 我们先来把它整理一下 按照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 整理一下 诶 这里一个有六张图片 six pictures 哦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张图片 是她想买什么 哦 买noodles 那么我们看一下 哪里有提示呀 哦 noodles 哦 here now this is a picture one 嗯 这就是第一张图片 诶 我们要把它排到这个位置来 对不对 诶 不错 接下来 miss panda 买了第二样东西 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vegetables 蔬菜 这个是 哦 这个是chicken 哦 但是呢 这个场面好像不太好 是不是 好 这个呢 是哪里啊 哦 这个是费事 说明她想买鱼 yes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 鸡肉 对了 chicken 这个呢 这里有什么东西啊 米饭 rice 对了 诶 刚才她想买的第二样东西是什么 诶 rice 对了 好了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张图片放在第二张图片的位置 picture two 好了 this is picture one this is picture two now how about picture three which is picture three 好了 除了这两张 我们还剩下了四张图片 这一张 这一张 这一张和这一张 now which one is picture three 她说 i want i want oh vegetables where is vegetables i tun i it's here oh this is picture three picture three 好 这是第三张 接下来 还有三张图片 now which one is picture four which one is picture four 哪一张是第四张图片呢 她想把什么 鱼 对了 哪里有鱼啊 哪里有鱼啊 oh it's here 啊 miss 我刚才跪挡着你的 诶 在这里 picture four 嗯 这就是第四张图片 好了我们还剩下两张图片 这一张和哪一张 诶和这一张 好啦 哪一张些 哪一张后 picture five oh this one 嗯 真不错 刚才她买了鱼 对不对 诶 她正在吃鱼 ok now this is picture five picture five now picture six 嗯 this one 这是最后一张 啊 这个miss panda 非常惊讶地看着 lucky把全购物车的东西都吃光了 啊 ok now we have picture one to picture six 嗯 真不错 好啦 相信同学们 可以根据图片的顺序 讲出这个故事来了 对不对 嗯 要用英语 嗯 好了 那么今天这节课 我们先上到这 now please tell a story in English 啊 这个故事 in English 用英语来说 啊 并且呢 miss Wu要告知你 啊 一个小小的建议 don't be particular about your food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 要学习的 不要挑食 嗯 你明白了吗 嗯 好 相信你以后吃东西 会更加的全面 不挑食 啊 那营养就会更加全面丰富 个子会长得越来越高 ok 好了 这一个单元的学习 我们先到此结束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